满足大家好奇心 今天和大家试到一台非常不一样的车 这个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横池5 车要是就在这了 监视这台车的时候 我们有言在先 能够拿到这台试驾车 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今天先和大家交代一下 我们只聊车 车以外的问题 盖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 也正是因为这台车 大家群众的呼声特别高 所以我们决定把这条视频 做的不一样一些 所以来之前我在微博上 页了一个问题 有人大家有什么想问我的 网友的反馈大概会有八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的试车 循着网友的八个问题 一起来试一试这台横池5 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网友说 来你先给我趴下去看看底盘 行满足你 趴下来看看底盘 啥都没看到 一颗底盘全是封闭住了的 这个底盘是之前在一次车展上 网友说这台车没底盘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前面是麦福逊的一套结构 后面是五连杆的结构 这台车是当年经过了一个买买买的时代 来自本特利的一个3.0的电平台 就被它收购过来了 做了四个驾驶模式在里面 我在这边能够看到是底盘这一块 还有一个21英寸的26540 这是来自德国马牌的UC6的一套轮胎 这也是很多电动车里经常会见到的 说到这里的话 我想把这台车的一个基本的尺寸给大家交代一下 我把它的尺寸打在屏幕上 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尺寸 如果你和油车去相比的话 它基本上和一台奔驰的GLC 或者是奥迪的Q5L是尺寸相当的 但如果放在电车的尺度里面来比的话 这台车和一台Model 1放在一起的话 长度一致的情况下 轴距它会短了一点点 如果是跟一台大众的ID4比的话 它在轴距几乎完全相同的状态下 车长会比大众的ID4来的长那么一截 好底盘也看过了 网友关心的下一个问题是 这车好不好开 说实话开起来的感觉就是电动车 基本上区别不会相差太大 点线电机三合一驱动等等这些 最新的科技都用在里面 150千瓦345牛米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台2.0T的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了 电输出它会比油输出来的更快一些 现在在运动模式下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换到一个舒适模式来看一下 舒适模式下 它电机的输出就会相对的来的更缓一点点 来我们试一下 现在是舒适 有一说一 这台电机整体的输出数据就是7.8秒的百公里加速 但是开出来的感觉是还是有点小猛的 尤其是在前面大概100公里之前的这一段 应该动力实验硬还是会来的不错的 我经常说什么呢 如果你自己要买一台家用的电动车 那你买个单电机就一定够用 而且单电机6秒7秒左右的车其实已经非常好开了 因为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在我们日常不会吓到你 但是又可以给你一点小兴奋的动力的状态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试一下它的动能回收了 动能回收它是有三档的 分别是强回收弱回收以及关闭无回收的状态 这一点就比特斯拉要做的强一些 因为特斯拉是不可关闭的一个单踏板模式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强回收 收 发现了没有 就刚才有工程师说 这台车的一些底盘动力是由德国工程师来调教的 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点像 因为德国人是非常不喜欢去做那种 这样的强回收状态的 所以这台车即便是在强回收状态下 它的动能回收其实也来的会比较弱 它会更多的去让你开起来 像你以前的那种油车的感觉 而不是过分的去调整你的驾驶习惯 那我们现在把它关掉看看 好 加起来 我现在收一脚 然后这个滑行的距离就滑的特别长了 滑的特别长了 你要是买一台电动车让我彻底关掉这个 我会特别喜欢 还有就是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我发现稍微重了一点点 那说一下避震器 这个价格你肯定不能奢望它有一个空气悬挂 CDC肯定没有 它就是一套被动式的一套避震器结构 我觉得这避震器还挺好的 它会偏硬 感觉也像是欧洲人调车的那种感觉 就还挺好的 刹车和所有的电动车一样 它用的是限控刹车 所以你需要花点时间去稍微试一下它 尤其是在低速的状态的时候 它脚感会稍微硬了点 驾驶辅助ADAS 其实这套我是非常想说一说的 但今天这台车还不是一个最终状态 他们的宣传说用了一套L2.5加的驾驶辅助 那到底加在哪呢 其实在这了 这个HWA高速公路辅助 这个功能是什么 就比如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 用ACC全速域的自适议巡航跟着前车走 对吧 然后我们也有LKA去保持在我们的车道中将 但是这台车还多加了一个功能 叫做打灯电道 就是说如果我想超越前面这台慢车 那我拨一下这个转向灯 或者它有一个自动的模式 它遇到了慢车的时候 它会从左边给你超车超过去 换一条车道 这个功能加起来它叫L2.5加 就这个HWA在什么车上有呢 好早以前特斯拉有过 我们最近不是买了一台 摩卡DHT PHEV 那台31万的那台车的版本上 也是有这个HWA的 可惜我们今天试不到 等到它全部Ready的状态 如果大家试到了 也欢迎告诉我 这个到底好不好用 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参数 也就一起来告诉大家了 电池藏在这里 这是来自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里 CLTC做的是602公里的续航里程 那电机是来自一个三合一 这是博士联合电子的 功率是150千瓦 所以它能够做到的百公里加速是7.8秒 我们经常说7.8秒这种加速 其实是典型的单电机的一个做法 它没有做双电机的版本 所以那种什么4秒5秒的那种表现是没有的 此外车身上用了一些热成型钢等等 这个比例是28% 这一点也是去朝着CNCAP的五星来做的 有关价格大家已经看到了发布会 18万以内的这个价格 说实话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意料到的 你就这么想 一个电池的成本 这就可能是八九万的价格 还有一个三合一的电机 这个电机也是两万的成本 就这一大块东西已经超过十万了 我们经常说脱离价格聊产品 通通都是耍流氓 之前是真没意料到 它会用18亿里的价格杀入进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外观的一些细节 一个一个和大家来讲 老实说我之前看图片的时候 我没想到这台车有这么大 而且到了现场来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还是和图片有些不一样的认知 就是图片看到这台车 你总觉得这个前脸的照片给的特别多 但是其实你绕到侧面来看 整台车整体的感觉 那种比例其实做的挺到位的 它没有去改变我们对一台汽车的认知 也就是说即便是特别保守的上一代人 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依然能够去接受这台车 那我们来看看一些小细节 前脸这些地方用的是一种 类似像古代的一些兵器的设计 而且分体的设计坐在这里 绕到侧面来看 这边是一个封闭式的轮毂 这也是很多电动车惯用的做法了 21寸的轮毂 刚才我们有说到 那这里一个前置的充电口 开门的这一款 它用的是和特斯拉一样的一个单弹出的一个拉手 来我们看看尾部 尾部首先这一段是一个悬浮式的车顶 然后这一边大面积的也是一个熏黑的造型 整个尾灯和前脸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设计 就这一个设计就有必要提到一个人 叫做中春史郎 中春史郎先生曾经是日产的设计扛把子一把手来的 他对于很多的设计的这种理解就是 他会去勾认很多细节 比如像我们说 英飞尼迪是他带出来的 再比如像日产的GTR 天籁等等的很多车都是他一手去设计的 而这一台横尺五 其实是邀请他过来去捉刀设计的 所以你看到整体的设计比例 线条感 再加上一些细节的把控 大概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还是要百分不如意见 看到真车的时候和我们看到照片 老实说是有些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车里去看看了 看看这台车有没有做到一些新时代的车子的一些特点了 看这内饰的时候 其实我是更期待另外一个白色的版本的 据我所知呢 横尺五是有两台车可以交给媒体来体验的 其中一台是白色 另外一台就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黑色的版本了 这台车呢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生产的状态 和很多的新势力一样 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车子呢 也不完全是在一个ready的状态了 这里是一个1.2米长的屏 然后中间呢是有一块玻璃来给它盖起来的 屏呢是由一块两块三块来组合起来 只是这个组合的形状往这一看 就有点像是奔驰的EQS 像不像 这块屏呢是10.25寸的液晶仪表 这块呢是属于副驾的一块娱乐屏 而中间这一块的主屏呢是14.6寸的 这块玻璃是由蓄销子来完成的 芯片呢是8155 这是现在所有的数字座舱里面最好的一块芯片了 它的一整套的生态呢是由百度来做的 所以你在里面看到百度的地图啊 再比如像一些有声的读物或者说资讯等等 这些都是来自于百度的 我们看它的界面的一个设计 UI的设计里面 这一块是一个地图相关的 那这一块是跟娱乐相关的 所有的车控空调都在这个地方 应该说这也都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些设计在里面 我今天提个建议 我说能不能把这些呢 比如像这些界面给我们做的简洁明快一些 去做出一些亮色的来 然后这样子配合这个黑色的内饰 就有点让人跳出来的感觉 对吧 那说完这些以后呢 我们就看看这个做起来的感受大概是什么呀 那方向盘这一块呢 跟很多车其实比较接近的 这些地方呢 也都是有隔面的 好 那这把座椅上是目前这个版本带的是座椅通风的功能 别的版本我们现在也不是太清楚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应该已经有发布会结束了 大家应该能够比我了解的信息会更多一些 然后我们看看后排 后排看看它的一个腿部的空间 这个我觉得是尤其关键的 轴距和ID4差不多 所以我发现它的腿部空间 其实跟一台大众的ID4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另外一点呢 是我会特别在意的 就是电动车的这一块的距离 因为有些电动车堆电池堆太高的话呢 容易把这里脚悬空起来做矮板凳的感觉 那现在至少这个状态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还挺好的状态 后排有空调的出风口 有两个12瓦的充电器 这一块呢 也是一个常规操作的手枕 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 那此外呢 上面会有一个超大的天窗 你也可以通过拟好小池就可以把它打开 那和很多新势力造车一样 你可以通过手机的APP来控制开锁 也可以利用NFC这样靠一下 就可以把门打开了 后备箱这一块的空间呢 在电动车里面都是差不多大小的 那你把这块板掀开来以后 你发现没 它下面其实是预留了很大的行李箱空间的 就有些车呢 尤其那种有改电的车 会把这里拿来去堆电池 但像这种纯电平台车 一般这一块就可以单独留出来了 其实这台车也看得出来 是预留了一个做双电机版本的一些空间在里面 只不过我觉得就它的定位来看的话 其实没有必要去做双电机了 这台车嘛 就单电机满足你的日常的生活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设定 好的 车也试过了 网友在问到第七个问题是有关竞品 竞品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20万左右的纯电动SUV 其实真的是可以选很多 如果你要的是长续航强动力 那我觉得像IOV这台车你可以去看一看 三元李或者是银酸铁李这些电池它都有 所缺点是它会比它贵出来一截 那如果是在同样的价格里面 你也可以去看看比亚迪Song Plus EV 包括电池包括电机 比亚迪大家都是已经是生产了很多台 信心还是很有的 只不过比亚迪会比它稍微的小了一点点 配置也没有它来的那么高 最后第八个问题是 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了 网友问到的是 这台车到底敢不敢买啊 我今天所知道的消息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你的定金 它会发放到天津市公证处的一个专用的账号里面去了 这是专款专用的 第二个是他们承诺这台车三年六折回购 六折三年这个算是比较高的 第三点是如果15天之内你买完车又返回了 你可以退车退款 好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logo 横尺五 希望大家寄出这个logo 也希望这个马路上这台车能多写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